歡迎收看10月19日的明報5點半新聞直播 安省在下個月會開始打瀏禁針 今個月尾可以預約 萬錦市有藥房最近被人持槍行劫 安省今天有328宗新增國安 多倫多有52宗 皮爾區有60宗 約區有20宗 省長福特今天在省議會被問到 他會不會就在野黨指責他昨天的分泛新移民言論作出道歉 他說自己一直都支持移民 省裡面是有29萬個工作職位急需人才填補 所以他才一再去信給總理道路多 請他增加安省移民名額 他反過來批評在野黨才阻擲新移民發展 他說他們投票反對興建公路 又反對興建公交網 他說他昨天的電話響不停 不少支持者打電話給他 告訴他一些移民的成功故事 當中有些洗碗碟的經過奮鬥 開設了自己的餐館 也有做礦工的爸爸 賺錢為兒子供書教學 安省政府推出二維碼疫苗證明 是為了加快檢查過程和加強安全性更難被人偽造 不過有信息安全專家就說 散夫繼續被人用可以輕易修改的接本證明 這樣人們就可以繼續用假證 來轉入健身室、餐館和其他場所 令到未能夠像散夫所希望的那樣 作致假證的出現 散夫最初發布的第一代接種證明 雖然有水癮在裡面 但用像Microsoft Work這樣的軟件 就可以輕易修改 造成二假亂真的假證明 由商業老闆就擔心 如果他們也不出去假證明 而又在他們的場所有人確診 他們會不會因麻煩 網絡安全專家Yuan Stevens說 安棧不強制用二維碼 安全性又達為減弱 最終可能會破壞公眾對它的信任 不過雖然二維碼更難在做 但可能也有其他保護問題 只不過還未被人發現 始終越多人接收到我們的個人資料 海市的風險就越大 就好像下一段新聞所發生的情況一樣 一位多倫多居民最近在美國 經陸路入境加拿大的時候 被抽中做檢測 負責檢測的私人醫療機構Switch Health 要求他將姓名、住址、出生日期 電話號碼、護照和健康卡等的信息 輸入一個應用程式 然後進行快速檢測 他在幾天之後收到陰性結果 但在時隔多了之後 他再收到Switch Health的通知 跟他說可以得檢測結果 他覺得莫名其妙 於是登入網站不看 竟然發現是另一個人的檢測記錄和結果 他還清楚看到別人的健康卡、護照和電話號碼 不過其他的信息 例如是聲明、出生日期等 正如是他的資料 他當時想到的是 有人盜用了他的信息 於是立即打給Switch Health 怎知對方檢測完之後就說 是他們錯誤將另一人的信息 登記在他的名下 並承諾他的個人信息是安全感珠傳 而他就立即要求對方 在數據庫內 剷除他的所有個人信息 Switch Health的發言人就回應說 公司已經採取措施 搞正錯誤 保證會再出現類似的問題 多倫多大學公民實驗室的副教授 Christopher Powerson說 加拿大人有權關注個人信息的安全問題 他說政府委託私人醫療機構 收集個人信息的時候 必須保證信息的安全 他說現在的路程很容易令到個人信息被洩漏 他建議私人醫療機構 在用完患者個人信息之後 應該立即探取 和大家說一下今季打流感疫苗最新狀況 安省衛生廳長葉麗雅今日表示 今個流感季節省府訂了流感疫苗數目有760萬劑 較去年增加140萬劑 鑑於去年接種流感疫苗計劃成功 省府今年有180萬劑疫苗特別留給長者 由這個月開始流感疫苗會先提供給長期護理 安老院的院友和工藝人士 這些人士除了長者之外 還包含6個月大至4歲的嬰孩、人婦等等 葉麗雅說 由11月起市民可以去家庭醫生、約房 和其他公共衛生局下面的設施接種疫苗 多倫多公共衛生局今天公布 將會在11月初在全市開放5個臨時疫苗診所 給市民接種流感疫苗 衛生局指出 本周開始會先向勞宿者 居住在庇護所的高危人士提供流感疫苗接種 之後就會將計劃擴充到市民 市民可以在10月27日開始 開市府的網站 www.tphbookings.ca 都預約時間接種 市府提醒 流感是傳染度高的病毒 透過打嗤和咳嗽時候釋出的飛沫傳染 市民最好接種流感疫苗以防萬一 按省省省警屬下聯合掃檔大麻行動組 分別在聖家符連市和Viland兩處私人物業裡 檢獲市值2,200萬元的大麻 行動裡 拘捕了6個分別居住在多雲多、士加堡和聖家符連市的華人 省警表示 大同搜查令突擊搜查上述兩個地點 偵破了非法種植大麻工場 行動裡 省警檢獲了21,000棵大麻植物和181公斤已處理過的非法大麻 省警現在已驅控了6個華人 他們的聲名譯音分別是林夏平、孫昌正、陳曉、蘇爾祥、王曉強和薛明華 省警根據聯邦大麻法 控告他們企圖在非自用的住宅裡 種植和分發大麻的罪名 6人將於12月23日在聖家符連市法院出庭 安省不時發生槍擊案 但這些案件雖然有人死傷 但很多是涉及黑幫仇殺和爭奪利益 當然這顯示了治安不清 但幸好還未嚴重影響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 只不過昨天發生的兩宗持槍搶劫案 就不能令人擔心到匪徒越來越吹向用槍行劫 令守法市民財物損失之餘 人命更容易受到威脅 尤其是當中的一宗持槍劫藥防案 就發生在離境局隔兩條世界的地方 在昨天下午近三點 在萬錦市 麥卡爾芬和Highway 7 以北的一間藥房 被一個黑人匪徒持槍打劫 搶取現金和藥物 藥房所在之處就是麥卡爾芬及 Mahattan Drive 距離York Region警局最多兩分鐘車程 持槍匪徒闖入藥房後 就用槍指黑店員 得手後就上了一部汽車就座 警方說 涉案的歹徒是黑人 身高大約六呎三寸 大約是二十至三十歲 市民如果有這件案的消息 請與警方結案組聯絡 電話是一八六六八七六五四二三 內線六六三零 而在約克區 Liu Market 昨天早上九點半 亦發生了三匪持槍入屋行劫案 匪徒搶取現金和電子產品 案發現場 是Bondai Avenue及Bayville的一間民宅 四個匪徒裏 一個人開車接應 三個人下車強行入屋 屋裏當時有三個住客 被匪徒打傷了 匪徒得手後離開現場 警方說 進入文宅的三名匪徒 都是黑人 穿黑色運動褲 穿黑色蓮帽運動衣 犯案時 他們戴了面罩和手套 市民如果對這件案有消息 請致電 1-866-876-5423 內線6631 今晚的氣溫要12度 明天的平均氣溫要21度 今晚的油價是148.9 明天預計都會是沒有升跌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特首林鄭月娥昨晚 在黎賓府跌低之後入院 今早出院 她今天下午 在她的Facebook專頁發問 並上載了一張照片 顯示她受傷的右手 她說經過檢查和照X光之後 發現右手手單骨有部分崩鎖 已經打石膏固定 相信需要2-3個星期被傷口自然遇合 她又說在入院之後 收到大量問候的信息 未能夠綜合回覆指責 並感謝瑪麗醫院醫療團隊的悉心照顧 林鄭月娥說 昨晚在禮斑府現請退休同事 在晚宴開之前下樓的時候 是T級到跌了下來 初頭以為只是皮外傷 但右手越來越痛 所以在送客之後 自行去到瑪麗醫院求醫 留院期間曾經接受老婆掃描 及其他部位的檢查 她在文中又說自己 已經接近3年沒有放過假 可以趁手箱休息一下 充電之後 再落實今年施政報告的多項措施 但現在最大的難題 恐怕是穿衣和寫字 5名中大學生 因為參與2019年11月11日 中大2號橋的暴動 今日被裁定暴動 違反禁蒙面法等罪名成立 被判囚4年9個月到4年11個月 其中被判囚最重的中大護理 是學生 傅凱晴 自行讀出說明不是求情的求情信 她在信中說 她不認為判決是合理的 她認為法庭不是一個彰顯公義的地方 5名被告案發的時候 全部都是中大學生 意思是 劉俊玉23歲 傅凱晴23歲 高子濱23歲 陳力昔20歲 許怡尊22歲 暫委法官張潔儀判刑時 當日4次衝擊的示威者人數 雖然只有幾十人 但他們在警告下仍然不肯散去 期間他們向警方投擲了23個汽油彈 又用口罩和雨傘遮掩身份逃避罪詐 五個被告其後被截停 沒有證據顯示 前頭三次衝擊他們都已在場 但當日情況被傳媒廣泛報道 他們不可能不知道現場情況 他們選擇身穿深色衣物 帶上防護用具到現場 可以見到他們有意圖 或鼓勵他人參與 傅凱晴和許怡尊、戴備羅斯批和士巴拿 亦有備而來 單看第四次衝擊 示威者在短短兩分鐘內 就向警方作出了強烈攻勢 投擲了五個汽油彈 現場火光紅紅、濃煙四處 正如控方所說 那裡簡直就是一個戰場 示威者不斷進出 各人的加入起了一個鼓勵的作用 衝擊才可以維持一個多小時 基於整體嚴重性 不應該只是考慮第四次衝擊情況 即使五個被告當中並沒有帶領的角色 也沒有實際參與 都是不應該只考慮他們個人的行為 他並引述案例指出 需要判處阻嚇性的刑罰 即時監禁是唯一的選擇 他考慮到五個人年輕和無案底 著情給三個月的刑期扣減 所以判刑是四年九個月 但是次被告在另外一件案的保釋期間犯了本案 所以需要加刑兩個月 去到四年十一個月 被加營的次被告 傅凱晴在法庭上讀出他的求情信時 他說 在懷額期間 敢法官向我索取背景報告時 我坦然對於自己的行為並無後悔 亦沒有說話要向法官割下求情 因為我並不認同法例本身 也不覺得自己有做錯的地方 簡單來說 我不認為這是合理的判決 香港現在的法律並不是由人民共同認可 社會並沒有空間討論現行法律合理和不合理 其次 暴動條例的定義本來就模糊不清 以便政權靈活解釋和操控 2019年之後 暴動案件急升 法庭因事而重新傳譯暴動的定義 令更多行為被列為法律不認可的行為 從而令更多人入罪 令政權得以打壓異見者 極權下的法律 只是政權用來規範人民行為的不留血暴力手段 而法庭也不是一個彰顯公義的地方 這裏只會留於表面地關注社會秩序 而並沒有著眼於社會撕裂的根本原因 他的求情信最後說 如果法庭聽完本人以上的言論 認為可以用重判的形式 令本人寵意後悔和反省 這樣釋除尊便 無線電視高級知識產權執法顧問關玉群 今天去到灣仔香港警察總部 代表無線就公司受到網絡欺凌行為向警方保安 關玉群說近期快電作用網民 在網上煽動他人抵制無線 以及對無線的廣告客戶和藝員作出網絡欺凌 包括滋擾、威脅和恐嚇等 他說這些行為已經對無線的廣告客戶和藝員 造成精神的傷害和經濟上的損失 也對香港的營商環境造成破壞 以及構成社會不穩定 所以決定向警方保安 希望執法人員可以作出相應的行動 在整個事態中關玉群說無單一事件 他說主要是這班網上的不法分子 只要是無線的廣告客戶或者藝員 就會作出網絡欺凌行為 他說這些資料事件每天都發生 數以千計甚至萬計 有數以百計的藝員和廣告客戶受到影響 據了解無線有這個行動是同近日 有網民呼籲禮制該台一個藝人即將舉行件衝會有關 陪同去報案的立法會議員謝偉俊說 早前香港已經通過個人私隱條例 但有關法律針對個人為主 對商業機構暫時未有保障 他希望下屆立法會可以盡快展開研究相關法例 無論是個人還是機構受到網上欺凌活動時 都可以得到全面保障 謝偉俊又說市民抒發氣號是沒問題 但如果是有組織性感針對某一個機構 或者對他私家壓力、恐嚇 都是法律不可以容忍的 你有沒有事? 沒有啊 入住醫院檢查檔 都是身體檢查 定時定後的 我那次暈倒是因為我臭兒子 剛好結束後 跟其他媽媽一起走到一邊 打算去車裡拿東西 走一走突然黑黑的 不行 我要找個地方坐下 我還沒去到坐下就 就逛逛在地上了 所以 第二天我都有照上班的 休息完之後覺得沒什麼事 但想想都是要去 給醫生檢查一下 看看有什麼問題 最後我發現 醫生照完心臟和腦部都沒有什麼事 胃部有些發炎 可能之前有些胃出血 可能 他說都是人常見的毛病 可能飲食不定時 工作壓力大 我想我飲食不定時比較多 有時候照顧了兒子 他吃東西 我都未必吃東西 後來檢查了 排除了其他問題之後 他就說 可能是因為 迷走神經傳導因子 就發了個訊息 不認識 是啊 我問得很仔細 問過醫生 他說是 即是 一些神經的因子 他發了錯訊去腦部 所以血壓突然降到很低 就是腦部有問題 是啊 腦部沒有問題 腦部一點問題都沒有 你腦部沒有問題 怎麼會傳遞了 塞女的訊息 即是駕車沒有問題 駕車的人可能有些問題 就是這樣 你有沒有嚇到嗎 他沒有 他好像以為我去Staycation 他來探望我病 他說媽媽 我陪你 他說我照你睡覺 我心裡真的大吉利子 不用你陪我了 快點回家做功課 他來探望我的時候 我是叫他帶來功課 因為我要檢查 要不然我要簽搜查 每一天都要做 其實這件事 如果我進去醫院 又沒有人幫他簽 我叫他帶來功課 他又說媽媽 不然我在這裡陪你 不如我真的大吉利子 今天一則新聞 就說無線報了警察實日 你的藝人受到很多網絡欺凌 網友去追擊你們的廣告 或者活動 你有沒有試過這樣的情況 其實都很難免的 因為始終香港都叫做 大家想寫什麼 想評論什麼 都會在網上發表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 你無論說什麼都好 做人 對人處事 你過到自己 過到人 無論你說什麼 因為有很多時候 可能 人們看得比較重 會覺得你一句說話 可能很傷心 或者令人很不開心 那就無謂了 為什麼要說這些說話呢 其實說話的技巧有很多種 就是盡量令人聽我舒服一點 如果你是為人好的 是吧 希望大家和諧一點 不要那麼多負能量 大家 關不關呢 開始習慣 還覺得有些難度 一些廣東話 還有我個人 我覺得 還有些情緒 未夠好 我的表情不夠好 不夠誇張 不夠誇張 對 因為其實 是一定要很誇張 但是我還在想著對白 所以 現在我的想法 還有做出來 我打算做大了 但是你看出來 我還沒做 還沒夠好 還沒夠 所以我想要 要給我多一點點時間 你問其他前輩的一些 有啊 其實他們很好的 我們拍的時候 他們會說 我覺得你這樣做好一點 都會教我 他們很支持我 他們很好的 但是 對 我講英文 我有很多 Facial Express 但是 講中文 是不見了 要的 要的 我上 12月 上了訓練班 一段時間 但是接下來 都要上多些 在藝園訓練班 對 這個多了 我上了 上了多久 小小 一兩個星期 一兩個星期 未來都會再上這些人 未來我會在外面找 我之前有和Celena Maisy 和Rusita上課 但是我回到英國 跟著回來我們 大家都沒什麼時間 所以未來都會再上 對 但是我覺得最快 那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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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ic演戲 是啊 但是我覺得 要外面做 對 要外面做 外面做 外面做 演戲那些人 對啊 對啊 但是 最快的方法 最快方法是做 但是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 那個問題是 我講的 所以 你覺得還是看劇本 不是 我覺得 我背後 我講出來 那個emotion 我未夠好 因為我 我明白 我明白的意思 但每一字不明白 所以我放過emphasis 下去 是差一點 那你怎麼練好 廣東話 有什麼方法 說多一點 說多一點 找個男朋友 不用 自己說好 沒有人跟你說 沒有人跟你練 跟我爸爸說 不用 跟別人練 你覺得爸爸和媽媽都在香港 他兩個都在香港 多謝大家看到最後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訂閱和讚好 繼續支持我們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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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